凯特王妃,我们都知道,是英国王室里面威廉王子的妻子,也是大家都非常的喜欢的一名王室的成员,当然,王室的成员可以说个个都是非常的有自己的思想的人,也是非常的独立的人,但是就算是凯特王妃极美貌与智慧于一身,却在这一位第一千金的面前败下阵来。 不少网友表示靠着自己的独立,凯特王妃从小是在自己父母的栽培和良好的教育下面长大的,可以说从小凯特的任何的事情都是被安排的特别的好的,也不会需要自己操心去办事情。 凯特的父母也是为了自己和自己的弟弟和妹妹有更好的生活,也是小了非常多的爸,把让自己的家庭变得非常的富裕。 所以可以说他们是非常的有金上的头脑,可以将自己的事业做得非常的大,能够让自己的孩子接收到非常良好的教育。 凯特从小的事情全部是由自己的家里安排的特别的好的,所以从来都不需要凯特来操心任何的事情,可以说是从小就是一直的享受着千金大小姐的生活。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儿就不一样了,从小就是非常的独立的英明女性,特朗普的女儿伊万卡可以说是从小含着金糖勺长大的孩子,可是却没有一点点的公主病。 伊万卡在非常的小时候后,就自己计划着自己该如何的赚钱,想要赚取自己的零花钱。 可以说特朗普这样的教育方式,也是非常的成功的,将自己的女儿培养成了一名有着独立思想和独立能力的人。 伊万卡的学历也是非常的漂亮,可以说从小到大的个人简历,也是让大家觉得非常的钦佩一个人。 在高中的时候就当上模特赚自己的学费和生活费,在大学第一业之后不依靠自己父亲的事业,自己开始从头学习到最后自己的能力也是非常的突出,然后才进入自己的家族企业当上副总,不过就算是在自己家的公司里面上班,伊万卡也还是非常的有自己的思想。 伊万卡自己也是创建了自己的珠宝品牌,并辞去在自己父亲的公司的职位和卖出自己手中的股份,可以说是完全的脱离了父亲的帮助,想要自己独立的做出一般事业。 伊万卡也是一名才女会自己出书。 凯特的美貌与智慧可以说是毋庸置疑的,可是凯特缺少了像伊万卡的独立,从小都是裹着安排好的生活。 可是伊万卡就非常的不一样,虽然家里非常的有钱,可是也非常的独立,凯特及美貌与智慧于一身,却在他面前拜下阵来,网友靠的是独立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 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